我们继续来做第13个范例 抽水实验第13个范例 老实说这个范例没有做成功 那我其实也是照 它的这个指令 Example这里面的指令去做 但是就没成功 那不成功我还是要把它做一下 因为以后再做的几率很低了 那这个是 Pump Test Design 抽水但是让For Your Solution 这个跟之前都不大一样 然后它这边会说它有一个 Green Garden这一个Solution 但是我这边做就是不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缘由 做这个 然后 这边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料 我们这边来注意先看一下 New Data 然后选择For Your Solution Single Whale 然后这个是 它就出现这个For Your Solution的精灵 然后单位这边没问题 Project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这边大概要输入一个200的这个含水层 那另外就在Advanced这边要在 这个Single Flature这边要输入100 这比较特别 然后在Pumping Whale这边就把它输入一个名称 OK 然后这个是垂直的 然后它的半径是0.25 0.25 然后另外的Pumping Whale 然后再存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predict它的东西 但期间都没有在输入什么资料 这个就会怪怪的 我这边弄的怪怪是因为它的这个 真的就跑不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要照做啦 那我们后来再把它做一个这个 这一个什么 试看看 好那我们开始啦 New的 在Forward Solution这里 那我们就它说Single嘛 然后这边 这因为刚才我run过一边 它记得这些资料 然后 就Acquive Test Denied 也就是 在这里 然后再过来是200 跟这个100这个东西 我们这边要输200 在Advanced 这边 它说在Single Fletcher 这边要输入100 这个有讲 它就是Pro Only 是不是这个 Demo版不是Pro版 所以才不给跑 我也不晓得啦 不过 反正 近人事嘛 然后在那边它说 我们这边叫PW 00 然后这边0.25 0.25 那等一下资料会说有错误 然后它说是0到100 0到100 0和100 在这个Pumping Rate这边 在这边0 100 100 OK 那这边它就有一个 它的 Simulation Time 0.01到1440 0.01到1440 这个是OK的 然后这边是 它说100 到 T是100 然后这个是0.001 这边有讲 T是100 然后 这样子 它就说 资料这样输入就好 可是我们真的这样做 它就说这边 Collator for all before proceeding Number 它小于这个 结果让我们这边看这个 它真的比较少 就 就这个没办法去做这个 我们如果按这样去做看看 就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出来 KV KV 这个不晓得是 对还是错 如果 那是比较鸡婆 OK 我们来去 试看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边 Wave 这边 我们把它Modify 一下 如果我们 在这边 这边观测 我们如果把它 输入个资料 试看看 我输入一个是随便 FG 4 用这个试看看 把它跑一下 啊 那我们来跑看看 这个关掉 我们这Sluition 先都不要 然后 再来这边 再打开 来跑看看 那这边它是会有 嗯 它有数据 那不代表它有跑 我就在View 这边 Uption 这边 就是 试看看这一些 因为这边都没有数据出来 第三个这个 这边是有数据 但是图形上 并都没有看出来 比较有意义的图形 好 那这个 就是Try Try看 虽然 这个不是很成功 这个我也承认 我有时候 就是 就是 很多事都要把它试看看 失败了有时候这个也是要 把他记录起来 这是第三个 Pump Pin Test的 这一个的结果 这个的结果 OK好 那我们现在就 结束了 以后如果真的有 知道怎么做 那再来好好做 OK